東深藏寶閣 大家好 今天你們所看到的作品 是我宜原村的作品 在你們慢慢細細的觀賞當中 你們 會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有不一樣的東西 有任何疑問大家也都可以 以後有機會大家也可以慢慢提出 我也能為你們一一做解法 17歲開始一直到現在快60歲了 那我是把我的工作當成事業 那如果說以金錢的考量來講的話 我應該去走雕塑 商業雕塑 商業雕塑很多案子可以接 大樓啊什麼有的沒有的一些造型 有的沒有的那些 一些遊樂場的造型什麼我都可以接 因為那個我都會 但是我在想說我不應該只是會那些 我是想說要找的是未來的東西 那未來的東西是 現在要找是找未來 以前會的就是以前的事情 那未來的是什麼 未來的東西沒有那麼謠言 不是說到歐洲去找 不是說到日本去找 到哪裡去找 自己內心存存 你內心想什麼東西 你就想辦法就把它做出來 沒有那個遙不可及 沒有那個高不可攀 就在裡面在的東西 掏出來 多做 多做 多捏 我們 不是有一首詩嗎 幾頭忘名頁 第一頭是故鄉 那你知道那個翻成英文翻成字文 很美 太美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是古人的詩 不是我們現在的詩 所以說 古人留給我們就是財產 他們那時候的創作力很棒 所以這個財產留下來 我們要正就是正這個 創作的東西 那我也是一樣啊 我如果說 我雕塑 這樣做做做做跟古人一樣的東西 這沒有道理沒有意義嘛 李白就給我們創造出來 我們幹嘛去幫李白寫 寫李白一樣的東西嗎 那我們要去寫 盡量去寫 詩寫得不好沒關係 今天寫100首 明天200首 300首 400首 500首 後來你找到自己 你一定會找到自己 自己的詩已經 我們 我們重體形態到千百度 那人卻在燈火燃山區 我們找到自己 那當你找到自己的話 你會覺得說這個就是創作 你自己的聖史就出來了 當你自己的聖史出來的時候 欸 你的東西 他價值 魅在的價值就出來了 啊這個就我們要爭 不是爭意思 我覺得要爭是爭未來的 未來的 對 人家說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我覺得是 要做到前無古人 但後面要有來者 因為我們要教育 我們會有東西 教育給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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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 學習的 學生學員他們 我們可以叫他們 對 啊 所以說 老師那你當初去 日本求學的那段經歷一定很辛苦 當然當然當然 對 我去日本念書那段 應該 現在來講我忘記了1985年 1985年去現在的應該是幾年 三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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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對 三十幾 三四 那我是 一般人 說能去日本念書 是應該家裡都應該很有錢 但是我相反 我相反 我是 家裡不是很有錢 那常常在日本介紹說 喔 介紹家裡在做什麼 做什麼 我介紹說我家裡在做 路邊攤的 爸爸做路邊攤的生意 然後賣米粉湯 不然就賣什麼 當歸 小小的海鮮 這樣子 我不可能家裡 可以完全贊助 到那個地方 但是我想到 一個點 就是說 只要我年輕 我功一定可以 一直打 一直打 因為我體力很好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就過動 就體力很好 所以我到日本的時候 我身上只有一萬塊台幣 我記得機場好像講 兩千還幾千 所以就好像八千 有一個機場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光光 那個年代是什麼 就什麼考察 什麼經濟考察之類的 那後來我就 這些人帶過去的話 我隔不到兩三天 我就在日本開始打工 那我進去肥育學校 就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存錢 一直打 那錢也不夠用 當然錢都不夠用 很奇怪 就錢就是剛剛好 那我很怕 台灣的朋友來找我 台灣朋友來找我的話 我要陪他一個禮拜的話 我一個禮拜沒有工作 我生活馬上陷入困境 所以總總總總總 我就 朋友來的話 我就請 叫他自己去玩 回到我的 回到我的 回到我的那個 租屋處的時候 我都會請他吃泡麵 所以很對不起那些 很好的朋友 然後有幸的我就考上學校 考上好的學校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領獎學金跟打工 都會多打一份的工 對 那時候 算是也很幸運 大一大二的話 我就做那些工仔 那些工仔我做得很 很細密 做得很巧很細密 那一個工仔日幣 我記得好像四萬的商務 我可以 我可以一天 有時候兩三天做好幾個 所以那邊的 那時候給我的收入算不錯 對對對 一直到我要畢業的時候 一直到畢業的時候 有一日本很有名的公司 日本很有名的公司 那個村上文也是 也是在那邊做過 他是日本很有名的雕塑公司 我都在那邊去那邊打工 那邊說 哇我怎麼那麼厲害 怎麼 模子也會翻 也會碎碎的程度 也都很快速就對了 三天就可以做等生大活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 幫什麼 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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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誰 幫日本 日本 Toyota Toyota的紀念館 日本Toyota的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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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數額的全部 只要你看到數額的東西 全部都是五數 人體 人體紀念 然後我做那個 老闆就很欣賞我 然後就是 我就拼命做 每天都做到早上 四點半的時候 我搭日本的電鐵 回到家 睡完覺我就去上課 這樣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半年以上應該有 那時候我的收入就很好 已經到研究所 後來那個產業紀念很開放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很知名的大老闆 非常知名的大老闆 名字我也不好意思講 然後他就看到 去那邊看 日本人跟他講說 你知道那個 這個所有的人體的那些雕塑 是你們台灣人做的 聽了哇 真的是以有望遠 後來我在想說 對啊 你看至少東西都留下來 留了一大片 那個老闆回到台灣 他找到我 他現場就說 我要收你的作品 馬上就 不到幾分鐘就 收了我的作品 那是在日本最艱苦的 我的歲月裡頭 曾經在那邊 埋頭幹過 所以這一面牆 全部都是 當時留下的記憶 你現在看到這一面牆 你知道我的協校 我的協校 我站起來不準 你知道 日本搭電車要去協校 從郊外出來的話很擁擠 從我們從室內到郊外 是不會擁擠 但是我們要搭一趟車 要搭一個小時 四五十分鐘 到學校去 看兩個小時 然後來回你看 將近快四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 那很可怕 三個多小時 你的時間 你怎麼去應用它 我看很多以前搭電車的人 看報紙 看漫畫 看什麼 但是我不是 我就一把泥土 一把泥土 然後就坐在那個車上 這樣鎖 沒有鎖完的話 我再把它包起來 再把它塞到我的袋子裡 獅子心的把它擦一擦 然後就到學校去 回過來 回 再 你去回來的時候 繼續把它做 做 完成了 完成了 就一個一個這樣放 放在自己以前的那個寢室裡 那我的寢室 它是有相片的 是滿滿的作品 對 那就是 就這樣紀錄 這樣紀錄 有幾百件都是這樣 那我稱之為Market Market 人家寫日記 有日記 寫作有草稿 那我雕塑 我把它稱之為 尼稿 尼塑的尼稿 就是我隨時做完 做完之後 擱置著 我做了很多 以後這些尼稿 我可以跳出來以後放大 等於是我的記憶就對了 一般我們不是有畫冊嗎 隨時可以畫 我隨時在車上畫 我也畫了很多 到現在應該 我不敢說好幾萬 一萬張 八九千張 一萬張 應該有 有一大碟 隨時的 那個不是畫畫 那個就是把ID的紀錄在上面 所以它不是說畫漂亮不漂亮的問題 那是你的 你的ID出來的時候把它記憶下來 那個就是我的所謂 所謂的最初期的手稿 手稿 肯定很有瑕疵 因為那時候當初的想法 全部群融 就我們稱之為 一般稱之為日記 所以這面牆是 由我在當初學習 大一大二的時候 在那學習的過程裡 怎麼慢慢這樣一線一線一線 這樣累積做出來 所以面牆很有價值 價值面牆 就是一個回憶 對 一個回憶 多謝 也許 可以 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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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